我们刚才讲到世间证件跟出世间证件 地藏经最重要的比较强调在 就地藏经讲的道理 他比较强调在世间证件的善恶业报这一部分 但是我们要说假设 释迦佛要度他母亲 那么未来能够得解脱 能够出三件 那么他一定要讲到佛法的核心 就是佛法的核心是什么 缘起 见缘起及见法 缘起是地中到我 他一定要讲这个 他没有讲这个 并不是因为他释迦佛随便讲两句他妈妈就可以解脱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的法要让他听 而且能够懂 听懂得之后能够让他进入如理思维 然后能够让他体会到实相 所以佛法的核心 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无我 那波罗经喜欢说缘起信空 那么其实就是缘起无我 因为无我就是无自信 无自信就是什么 就是空 那波罗经就直接讲缘起 那波罗经就直接讲缘起 信空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缘起 缘起是我们这个生死流转 大家注意听 缘起基本上 我们通常在讲缘起 是讲这个我们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 他是怎么样寻反反复的作用 那我们说无名 无名言行 行言事 因无名有行 因行有事 因事有名色 名色有六路 因是有名色 因名色有六路 因六路有处 因处有受 因受有爱 因爱 而取 因取而有 因有 而有什么 生 由生 而有什么 老病死 悠悲恼苦 那这是整个生命的一个 一个变化 那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 老病死 悠悲恼苦 爱别离 愿正会求不得 这种种的苦 那最终就是苦 最终就是苦 那最初是无名 最终就是苦 无名是根本原因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那个就是五孕生 产生种种的苦 五孕生就有生老病死 从生之后 生之后像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出生之后有这个五孕生 那么他就开始 一定会有这一些老 病死 那么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 这种种事就苦 好 那 这个是 生命的现象 这个是生命的现象 那生命的现象里面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 佛陀如果要让他母亲得解脱 他必须 一定要让他母亲知道 生命是怎么来的 他是怎么形成的 他是怎么作用的 那么了解了这一些 他才能够去掉那个关键的因素 生 佛法的核心是缘起 为什么 因为缘起就是告诉你 如是因如是果 此故彼的道 那你要知道苦从哪里来 从佛法来讲 苦是从业来 业是从烦恼来 那烦恼的根本是无名 我们可以讲 反正是从烦恼来 那一般我们讲祸 祸就是烦恼 那烦恼的根本就是无名 那什么是无名呢 不知无我 无名有很多 包括前面的善恶不知 不知善恶不知业报 不知有善恶不知有业报 不知业报有善事 不知有凡有胜 不知缘起 都是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知无我 不知缘起无我 不知缘起无我 不知我 所以 生死的真结 生死的真结 就是我见我爱 因为不知我 所以你就不断的从境界里面 从境界里面 那么起我见我爱 你看 最初的是无名 那无名造业 这个业 如果一三四两求因果 就是有这个事 那么如果从我们 我们的这个 起烦恼的根本来讲 就是是 那么 这个无印生 那么 有 透过感官 六路六根六成 透透感官 那么根层是 根层是合合生处 就是会有反应 就是会有反应 透过境界 我们看到一个人 讲什么话 听到什么声音 然后有感受 会有苦受热受这些 那么我们就会产生 产生烦恼 这个是我爱的烦恼 我爱我所爱 我爱我所爱 的这些烦恼 那爱不成就会有成就产生贪跟成的烦恼 那这些都是 跟你的我见 相应的 那么这个曲是四曲 那么也可以说是爱的一个更加强 就是 我与曲 有我见我爱的这部分 然后有欲贪 欲取 见取借进取 有错误国观念 有错误的行为 那么就产生业 就有潜在的业 这些潜在的业 成熟了 就是未来 就累积着未来 会出生的这个业 那二月多了就像三二道 三月多了在人天 就这样 然后就开始出生了之后又一个循环 又一个循环 又因为无名相应又循环 好 那么如果释迦佛要为他母亲说法 他必定要让他明白这个道理 那这个是生命从数 就直的 我们就这个叫做数观 就是 从直的来看 从生命 这个 相依相大 这这个无名形 是名色这样 这个叫做生命的数观 数 从生命的数 数观来看 数观 数观 那如果从恒来看 就不是这样 就四地 这个苦 最终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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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老病子 幽悲老苦 最终是这个苦 那苦怎么来的 苦从这一些积极来 从这一些 这些都是极 从这里 从这里 这个是极 都是烦恼因 极就是烦恼因 累积极 这是有因有缘 那么比如说这个是处明色 处 处明色六路 六路 是明色六路处 就是我们面对境界 眼睛看到这个境界 耳朵听到这个声音叫做六根 眼见到色 耳听到声 眼耳披着声音 对色声相会触法 这个叫六路 那么接触了 其了别 那么由这个内在的 内在的 无名 内在的我见 我爱 那么引起 引起无名相应的反应 叫做无名相应处 那么这些反应 就会推动我们 起贪 起撑 起吃 那么造身口意愿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有无始 贪嗔痴 从生与异之所生 就是这样 那么就不断造作 不断造作 那么在这不断 每一次的境界里面 就不断的造作 善恶业 贪嗔痴业 身口意愿 那么这些业累积累积累积 又成为未来 投身三界六道的果报 出生之后又重来又寻又一次 又又不同的境界产生不同的影响 那么又不造不同的业就这样 不断不断的就这样 好 那么这个从子的看无名行事民社 从狠的看就是苦 那么有什么有这一些 所有的因就是急 好 那么你要把他去掉 你要不要这个苦 你必须 你必须在关键处 给他截断 那么第一个关键处 第一个关键处就在这里 爱曲 就是 你一样会有 这个是四名色六路促寿 这个佛跟阿罗汉都会有 是 佛也有是啊 佛也知道这个叫舍利佛 这个叫目见远 舍利佛目见远非常优秀 这个提伯达多 这个烦恼重 好 那这个是他的父亲 这个是 这个是他的姨母 佛也有了别 那了别之后 四名色六路 处 处 这个 凡夫跟圣者都一样 凡夫跟圣者都一样 佛也有苦处 佛被那个木板刺到脚的时候 他也叫骑婆 把他的 把他的那个刺拉出来 会痛啊 佛受唇头供养的时候拉肚子 他也会痛啊 他就从此不再刺 肚子拉 陷得太厉害了 身体虚弱 走路走到很口渴的时候 他说阿那你跟我去花一杯水过来 那么去居士纳六十几岁他就背痛 他常常腰酸背痛 然后背痛的时候他停下来 阿那就帮他按摩 他有没有受 有啊 他有没有苦受 有啊 身体的苦受是有的 心里的苦受是没有的 但是他也有受 也有处 他有四名色六路处受 这个都有 凡夫甚至都一样 但重点在哪里 佛有这个受 他身受 心不受 身有苦受 心没有烦恼 那我们是 身心多苦 身烦恼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不舒服了 那等一下又听到 先生太太小孩在啰嗦 心情就烦了 就讲不好的话来的 就容易这样 我已经很累了 你不要再烦我了 就这样 就会这样 那么这个是什么 身体 深苦会影响辛苦 或心情很烦的时候 那你还要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就更苦了 身心互为影响 一直在受苦 那佛陀不是 圣者不是 那么有政见的人 那么即使 身苦的时候 他也尽量 让这个心 安定 让这个心 调伏 那么不去 不去 加重这个 身的苦 身 不会影响 心 反而 心会影响 身 静 不会影响 心 反而心 能够转这个静 那个就是 凡夫跟圣者的差别 有修行跟没修行的差别 会修行跟不会修行的差别 好 从这个地方 那么你会发现到 他的根本在这个地方 爱 然后另外一个根本在这个地方 无名 所以 当 有这个处的时候 有这个处的时候 他 圣者 或是修行者 他都是 明相应处 他接触到境界的时候 都是用慈悲心 用智慧心 去看待这件事 完了之后 他不会起 贪跟撑 他一样 不管苦受热受 他都不会起贪跟撑 当然 我们没有办法 做到这样 但 我们可以怎么样做 虽然有贪 但是 让那个贪的力道减少 所以修行第一步叫做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知道了之后要怎么样 扫贪之扫贪 扫撑之扫撑 就从这里 然后慢慢慢慢保烦恼 进入无贪之无贪 无撑之无撑 那么所以 你要从有贪之有贪 到扫贪之扫贪 那么要不做什么呀 要做觉察的动作 你要能够 你要能够觉察 我起贪心了 我起撑心了 我起嫉妒心了 我起烦恼心了 我因为这个苦起不耐反的心了 我丧失了慈悲心 我有起自私的心 你开始要觉察这个 那么这样就开始 从觉察烦恼到什么 到控制烦恼 从控制烦恼 到调扶烦恼 调扶了一阵子之后 你就可以断除烦恼 他是从这个地方下手的 好 从此的来看 是无明形式 明色六路 触受爱 举有生老病死 悠悲劳苦 从狠的来看 叫做恒观 恒观 狠的看 他是什么 苦 苦 结果就是苦 苦是有什么 苦有这些的 烦恼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四地影响 那么这个叫做急 那么你要不受苦 现在学佛就是要灭苦 那么灭苦 必须把烦恼灭掉 就是把这些种种的影响 灭掉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 爱跟无明 遇到境界的时候 如意不如意境界的时候 你那个贪跟称 能够调伏 那么 渐渐明白道理 知道一切是缘起的 你那个就是明相应 一切都是无常的 一切都是无我的 一切都是不决定的 决定在什么 决定在你怎么做之后 一定会有什么影响 你还没怎么做的时候 他不一定会有这样 那么如果 他骂我 我不骂回他 那么他以后 会骂我更厉害 不一定 不一定 他牵涉到的很复杂 但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会以骂报骂 以打报答 以撑报撑 以贪报贪 那这样 你就没完没了 那个就是你的无明 你不会想 你是带着 他以后会伤害我更重 那个是带着我见 那么你为了保护你自己 我爱 那么就不断的循环 所以你不惜伤害别人 那么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看不到你的烦恼 那么就这样 我们就生命就不断不断的循环 所以这个就变成苦 横观来看就是苦 那么有烦恼 急 那么你要灭苦 必须要正确的方法 就是无明灭者行灭 行灭者事灭 事灭者明色灭 到爱灭爱取灭有灭 生老病死 幽悲恼苦灭 那么灭烦恼的方法就是道 就是八正道 所以横看就是什么 四地苦即灭道 那么所以四地就是缘请 横观 就是四地 四地就是缘请 就是四地 所以如果佛 要让他的母亲 解脱的话 他必须告诉他 第一个散热业报的道理 第二个 引起四地 无我的道理 好 那我们来看 现在来看 那我们也一样 我们要解脱的话 也一样要 也一样要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来看这个 现在来看这个佛生道立天为母说法句 这样的说法就符合 符合佛 为什么要上道立天为母亲说法 上一次 我们讲的本行基经也是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 佛令文书 同子 请摩耶夫人 因为这是大圣经 所以有文书同子 那么他说 身所经处 与苦乐居 那么 这里主要是说 那么众生在三界里面 基本上 都有苦有热 只是苦多热少 热多苦少的问题而已 那么即使你生到非想非非想 一样有什么 一样有死苦 他从非想非想掉下来的时候 他就苦了 所以 与苦乐居 是法华经说的 三界不安 游轮火宅 这样的道理 他先讲 讲道的道理就是什么 在人世间 因为他的母亲生到道理天 道理天是享乐的 没有什么苦的 他没有什么怨证慰 没有 只有爱别离 那也没有求不得 失一得一 失死得死 也没有什么求不得 吃饭 不用煮饭 不用洗碗 也不用去买 那么 也不用赏地 那么你看 都不用 但是他就是享乐 天天不是唱歌跳舞 就是宴会 就是这样的 天人都很会唱歌 都很会跳 那很享福 但是 也有限 1000年 1000年对我们来讲 很好 我们只要有50年享福 那这个人是很快乐 1000年 从出生就开始享福 到他死 为止 但是 也会过 也会过 我相信 那我们这当中有几个人也从也曾经升天过 真的 升天不困难 升天不困 但是 那么多 那么多的岁月里面 也许 也许已经升天很多次 但是如果从佛陀时代 有些 有些是佛陀时代 就升天的 那么因为天人大概 如果到一天的话 大概就是1000年2000年的话 如果是长一点的2000年 现在差不多下来了 做人又来学佛 基本上是这样 如果你佛陀时代 就是居士 那么因为受八观灾戒 还是受 还是修五戒时代 那么升天的 那么现在也许 来人间 又开始学佛 那也很多佛陀时代 有些是佳赦佛时代的 有的是兰登佛时代的 有的是居纳汗摩尼佛时代的 不一定 那么 通常 那佛教徒有很多是升天的 那么 人间的佛教徒很多是 天人在下来 通常是有的 好 那么不管怎么样 你就算你知道你过去在天上 现在也是在人间受这些苦了 那么那个乐再怎么乐 也只是想象 我们说往事只能回忆 何况我们也回忆不起来 有些人想得到 有些人是知道的 佛陀就曾经跟波斯逆王讲过 波斯逆王也要修福报 他也要升天 佛陀也曾经跟波斯逆王讲过 因为波斯逆王 他曾经 有一年的结像 有一年的结像 奇缘金色 波斯逆王那个是摩羯托果 摩羯托果 舍未成是奇缘金色 不是摩羯托果 摩羯托果的是 摩羯托果是王舍城 他是乔撒罗果 乔撒罗果的奇缘金色 舍未成的奇缘金色 如果摩羯托果的话 就是 就是王舍城 是竹林金色 那么他有一年 这个在 在舍未成 奇缘金色 结下 奇缘金色的阿罗汉 都有几千人在那里 阿罗汉 他那一年三个月 三个月 奇缘金色里面的阿罗汉 三个月的吃住 他包了 那你看我们要能供养一个阿罗汉 福报就了不起了 我们要能供养一个阿罗汉 福报就了不起了 他一个人 供养了整个舍未成 舍利佛 穆建年 大家 大家这基本上都独行独处了 比较没有在 神团里面 那么这一些大阿罗汉 都是他供养 所以等到解下那一天 他就心满意足 他觉得 他修了这么大的福报 真的如果是给我 给我供养一天就好 一天就好 老实讲我死都甘愿 真的 我们这样没办法 但是你看他三个月 还不是一个 而且是那些大阿罗汉 一般人普通供养不到 这般人普通供养不到 你看那后来 他就很满足说 他跟释迦佛说 我福报已经修圆满了 释迦佛马上跟他说 国王 你不要这样修 因为这个就是有肉的 会用完的 他马上跟他讲 国王啊 你要知道 我回忆 因为释迦佛 你没有有宿命通吗 我回忆我过去生 做过道立天王 做过阅谋天王 做过犯天王 享受多少的福报 那个随从有多少人 那个 那个出门的时候有多少的这个 有多少的随从 宫殿有多大 福报有多大 他想到他过去生 单单做天王 所想的福报 那个是多长 假设 波士尼王 顶多一百年嘛 他不可能 那活一百岁也不可能一百年都那么厉害嘛 给他五十年 释迦佛 至少有五万年 他跟他讲 他说 我过去做过 刀立天主 做过犯天王 做过 厌魔天王 那么做过什么什么 讲给他听 一直到现在 这些在这些福报在哪里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用完了 用完了就什么都没有 你过去 做过 刀立天王 现在又怎么样 现在还不是人间的一个人而已 还不是一样老病死 还不是下一次辈子又要轮回 那你要是做不好 可能就变成 那一条狗 那一只猫 那一条虫 就有可能 那又怎么样 你过去那么辉煌 现在还不是用完 再怎么样 辉煌 都会用得完 因为这个业是什么业 有肉业 是有肉业啊 那我们你要知道 加瑟加瑟的 泰坦 叫做妙贤 妙贤妙贤比丘尼 妙贤振阿罗汉的时候回忆他过去生 亲近过六尊佛 七佛 七佛 他都亲近过了 释迦佛是第七尊 他亲近那么多尊佛 供养那么多尊佛 福报那么大 他不是在人间 做选美第一名的就是在天上天灵也是第一名的 这是他发的愿 这是他发的愿 他们很 他很有那个法言 每次都可以遇到佛 我们要人遇到一尊了不起 每尊佛下来他都遇见 都在人间遇见佛 然后都在佛底下学习 都可以亲自去供养佛 但是 七尊六尊佛过去了 他也是凡夫 到了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让他证阿罗汉 他才回忆起他的过去生 我过去生怎么只知道供养佛 而不知道修行 他因为不断供养佛对佛是虔诚的供养 所以有佛来的时候 他没有在天上 他都在人间 所以他都能够遇见佛又供养佛 连续六尊 那怎样 再美 也是会老 也是会换 但是他每次换都是第一名 天上的林志玲 他再立样他再漂亮 那你看也是这样也是过 也是过 那又怎么样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感态到说 他只会修福 不会修贵 福报 权势 威德 这些 都是有肉业 会过去的 释迦佛第1个跟他母亲讲的就是这种道理 然后就跟他讲 众生所以不得解脱 你看 接有 那为什么 我们来来去去 在你再怎么有福报 也不可什么 平视 因为无常 你做天王不是你生生世世做天王不是的 想完福了你就没有你还要在人间再来修因为天上很难修 你没有办法修在升天的业没办法 所以天人大部分都往下掉 他没有他那么快乐他那样说我要修禅定我要升到社界天没有 不会 不会 所以通常是在人间 人间的时候你要有善缘 有祖缘有法缘就还好 如果有恶缘呢 上一辈子做天王 这一辈子可能做狗王 就很难讲了 他害死王 他有仪式但是就是造恶业 因为 或是人间做王之后杀业太多 就多出生到 做蛇王 做猴王 做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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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有可能 所以他告诉他 人 众生不得解脱 因为怎么样 烦恼 就是贪生吃 由于贪欲称为于吃 事故自令恒在生死 我们之所以不能解脱 他告诉他 人 现在升天上 只是暂时的 只是暂时的 而且这样升天上看起来都一直享乐 没有 天上那么长 一样很快就过去 一样很快就过去 那么所以 一直因为这样享乐 称恨 贪欲称为于吃 所以 恒在生死 乃至 甚至 后来 想要求升天亦难 为什么 因为有烦恼 烦恼让你 上缘好的时候 你会做善事 福报来的时候 你会做善事 那你二缘来 福报都不拒的时候 那个你就做恶事 那这些恶业 这些恶业 就让你跺三恶道 就是 你要升天多难 我告诉你 要做人多难 何况什么 何况要能离生死 他还是告诉他 就要出生死的道理 你看他跟他母亲就一定要讲这个道理 他母亲才有办法出 出生死 才能真正利益他的母亲 所以 他就开始跟他讲 你看讲这个道 若人欲求 解脱妙果 一段苦本 有没有 从苦极妙道开始讲 讲这个道理 那么 苦的根本是什么 就这里 烦恼 贪欲称惠 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就无名贪爱 所以就刚才我们这讲的 好 那么 他说 愚痴凡夫 一般的人 一般的世间人 没有智慧 所以 所以就不得 解脱 那这个叫做愚痴凡夫 愚痴 不是骂人的话 是一种说世间的人 没有智慧 都在贪嗔痴里面 离不开贪嗔痴的往 那么 所以 为解所无 为烦恼 解就是烦恼 然后绑住了 束缚住了 真正束缚我们的 就是烦恼跟厌 通常很多人不晓得 以为 我持戒 就为戒所复 束缚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这个也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做 这个也不能吃 那个也不能吃 太束缚了 所以我不要去受戒 错了 戒 戒 波罗提目餐 叫做什么 别别解脱 你真正束缚你的 是烦恼跟厌 你想想 你如果喉咙痛 发炎了 你吃什么东西进去都会痛 连喝水都会痛 所以 这个病 这个病就束缚了你 没有糖尿病 你就不能吃甜的东西 这个糖尿病的病 就束缚你了 你脚受伤 你就不能走路 或是走路走不快 这个脚受伤 的这个病就束缚了你 真正束缚你的 这个是业 烦恼 那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 因为你的业 因为你的烦恼 所以戒 就是让你 束缚 就是限制控制你的烦恼 让你不去造那个业 那你没造这个业 你未来就不用受这个苦 不杀身 你现在受不杀身戒 你虽然有杀身的冲动 但是你因为你说的不杀身戒 你控制 克制 限制自己不杀身 即使有 次数也减少 杀了之后也会后悔 那么这样的业 就会减轻 那么何况 你不去造业 你持戒 你不杀身业 你持得好 看起来是限制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其实 就是 避免你未来 因这个受苦 因那个受苦 你持了不杀身戒 你未来 就没有短命多病的业 你就不会受短命多病的限制 你持不偷套戒 你未来就没有贫穷悲贱的病 你贫穷了 你上学上不了学 吃饭吃不起饭 看病看不起病 那个就是限制你 真正束缚你的是你的业 你的烦恼 戒是在让你解脱到你的束缚 那么 会断除你的束缚 斩断你的束缚 基本上是这样的 好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多数的人为烦恼所束缚 你看他这里就讲到 于色己色灭色佐 不如是之 这个我们要稍微讲一下 这个色其实就是色受想形式 五蕴 所以他变受想形式 不如是之 就是说 这个 急灭佐 通常是 这个色受想形式 五蕴 就是 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生命 那么 我们要 用这个生命来做什么 那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重点是 这个生命中充满着苦 虽然也有热 但充满着苦 前面讲过 老病死 验证为爱别离求不得 充满了种种的苦 那这些苦 有没有办法 第一个 预防 第二个 相处 究竟 不受苦 有没有办法 可以 那么你要先知道 色 色 及 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生 色及就是这里 有 就有这个生 这个是色及 就是 未来 出生 那么现在 现在 你有这个 四名色六路 四名色六路 那么你累积 现在照未来的业 未来的业又出生 就开始出生之后 就色作小形式 如果做人 做人就色作小形式 所以 这我们为什么会出生 我们为什么会出生为人 出生为这个人间 为什么做这一家的子女 为什么有这样的亲戚朋友 为什么我长这个样子 那么这一些 到底都怎么来的 你不了解 不了解 也不去了解 不想去了解 那么所以不如实之 那么我们为什么 会有生死 我们为什么会有苦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灭苦 我们在 关键处在哪里 我们受苦的关键是什么 生死的关键是什么 解脱的关键又是什么 就是 生死的 真结是什么 解脱的关键是什么 受苦的原因是什么 不受苦的方法是什么 这一些 你都不知道 这样 你就不能离苦 就是你到底生什么病 为什么会生病 要去看哪些医生 要吃什么药 你都不知道 而且 也不关心 也不关心 那你的病就没有好的时候 只会越来越重 其实 其实一样的道理 所以 你 你对这个五蕴生 懒着了 那么 开始 常常 懒着 执着了 就会起 我见我爱 就会有贪生痴 就是 你在起烦恼的时候 你不如实之 你因为 你会起烦恼 都是因为 别人压迫到我 别人 伤害到我 别人侵犯到我 那么我才会起烦恼的吗 或是我想得到我所想要的起烦 那么我不想 别人侵犯到我的利益 我起撑 那么这些 基本上 你都没有察觉 所以 在这个社 跟受奖金是连在一起的 其实就是这个身心 你不断在这个身心上 起祸造业 然后又受苦 因为苦 因为苦 又造业 因为业又受苦 因为苦起烦恼 叫做祸 因为起烦恼又造业 因为造业又受苦 就是祸业苦 祸业苦 就变成一个巡返 这个就是缘起 展开来就是十二缘起 十二支 说起来就是三支 叫做祸业苦 那么你不断这样的巡返 你不如实之 那么你就不得 解脱 生老病死 悠悲 恼苦 那么如果你能够知道 若人于色 如实 就近知者 则于受想行事 亦如是之 就是你很能够清楚 这个身心是怎么运作的 烦恼是从哪里起来的 好 那我问你 烦恼是怎么起来的 烦恼是怎么起来的 通常都是对尽 心尽 心 心 对这个尽 起 不如理思维 他就起烦恼 贪 嗔痴 都是这样的 看见 看见别人 有好的东西 我没有 那么你就想把那个东西 占为己有 趁他不在的时候 把他拿过来 用偷的 用骗的 用强的 不管 这个就是起贪心 就起烦恼 就是心面对这个劲 起不如理思维 通常是这样 所以你必须养成 如理思维的习惯 必须养成 心安定的力量 在起烦恼的时候 你 你有方法让心安定 世间的人就是 深呼吸 深呼吸 有没有 我们很生气的说 深呼吸 他也是一种方法 那佛教主通常就是 南无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 南无观世音菩萨 就这样 他也是一种方法 但这种方法 治标 不治本 所以根本的方法 就是要去察觉 他的关键处 我为什么要生气 我在生气什么 我为什么起贪爱 我在贪爱什么 贪得了又怎么样 贪不得又怎么样 那么贪 对我现在造 造成我什么影响 未来会造成我什么影响 这个你要明白 佛法叫做 未患离 未患离 未 患 离 就是你如实之 你 执 执着 未 未着 那么你开始思维他的过患 那么知道他的过患之后 你想办法远离 他这个过程 但是第一点都是要知 叫做觉察 觉察 觉察 我在起烦恼 因为你想成习惯了 一有烦恼 你就有觉察 那么虽然你还没控制他的能力 至少你不会让他无限扩大 那如果你没有觉察的时候 你会撑上加撑 贪上加贪 想尽办法不择手段 让你的贪 成无限的延伸 但是你觉察之后 至少 你没有办法控制他 但是你不会加料 不会加油天处 不会若减下死 在你的烦恼上 那么这是第一步 就是要先觉察 养成觉察的力量 佛不过就是念念觉 我们觉佛要先从觉察 烦恼开始 之后能够控制烦恼 你不能调伏他 但是你能够控制他 在某些范围 就好像把一条牛 你控制不了那头牛 调伏不了那条牛 他不听你的话 你只能用一根绳子把他绑在那个范围 他在绳子的范围走动 不会去 毁人的苗架 不会去踏到别人的田 要不然他看到那个青草 他是过去吃了 就踏回了别人的田 所以你只能把他绑在一棵树下 就是那个就是剑 让他就在这个活动范围 你没有办法叫他 不要就不要 没有办法叫他挺就挺 没有办法减少他的贪生之 至少你把他控制在一个范围 所以从觉察到控制 控制到调伏 你开始可以调伏你的心了 你起烦恼的时候你告诉自己 这样是不对的 他马上就洗下 一开始没办法 那从控制烦恼 渐渐渐渐烦恼保之后就断除烦恼 其实佛法是这个过程 这个我们是学佛才知道的 那么你渐渐渐渐这样学之后 慢慢你就得心应手 真的 渐渐渐渐渐 刚开始的时候很辛苦 死者勉强 中者什么 泰然 刚开始有一点吃力 后来 就渐渐渐渐 不用死力自然而然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你渐渐渐渐渐 越来越能够体会到佛法的殊胜 在你身上开始展现出佛法的光明 真的你的举手投足之间 你的言谈与末之间 这个跟人 跟人的进队应退之间 展现出来的 都是慈悲 智慧 安定 都是这些 就是你不用讲 你不用讲 你表现出来的 就是法身 就是佛法 那么 渐渐你就可以影响你周遭的人 你虽然不太会说 但是 他就被你所射受 何况你还会说 那就更了不起 那基本上 他是从这个地方下手 你看释迦佛也一样 那释迦佛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所以 你基本上 这个就是告诉你 你要觉察 烦恼 要知道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解脱的关键在哪里 佛法的核心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好 这个是佛生刀立天为母说法经 你看 然后在 珍迦阿喊的听法品一样 他讲到佛到底到刀立天为母亲 说了些什么话 那么说了这些导致他母亲 可以得解脱 可以证出国 可以利益 因为他母亲已经是天人了嘛 你看 他 他说佛在道立天 这个是 这个是阿喊经 这个是大圣经 大圣经 不一样 大圣经基本上 从这里来看 那么 我们 我们之前看过佛本行基金 那么 我们把它中而来看 那么这些 比较像是 佛为母亲说法 那么对藏经 并不是说 不是 而是 他比较着重 就着重在 善恶业报这一边而已 善恶业报这 但是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善恶业报 没有办法因此得解脱 他一定要知道世地缘起的道理 他 世地缘起的道理 八正道的方法 他才有可能得解脱 佛如果要令他母亲解脱 一定要跟他母亲讲这个 不能够说 因为我是佛 所以 我的母亲有优惠 不可能这样 别人要用五分力 因为 我是佛 摩也夫人是我的母亲 他一分 就可以了 就好像说这个 这个考上 考上台湾大学要一百分 那 有些人有优惠 八十分就可以进去 没有 业报上没有这种事 就算你是佛的母亲 佛的父亲 佛的儿子 佛的太太 都一样 都一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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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这种东西 没有优惠这种东西 如是因就如是果 如是业就如是报 如是修就如是德 所以你千万修行 不要寄忘 说你跟哪一个有修行的比较好 那么透过他 帮你念经 你就可以 从这个 从这个地义升到道立天 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 从凡夫变成圣人 没有 如果你清净善知识 如果你清净这个人有修行善知识 那是 因为 那是因为你受他影响 学习他的风范 所以清净善知后面是什么 听闻正法 听闻正法之后要什么 要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后面要什么 法随法行 这个叫做事欲流之 从凡夫到圣人 欲入圣流 从超凡入圣 从凡到圣 的一个过程 清净善知识是为了修行 你怎么知道要怎么修行 透过善知识跟你讲的修行方法 修行观念 修行赤地 修行功德 你知道怎么修行 那么知道了之后 你清楚明白了解 这整个内容 整个赤地 叫做如理思维 之后你依着这个赤地 如实去修行 这样你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 其实是这样的 不可能 把这些阿罗汉找出来 帮你送一部经 就可以帮你超度 那是不可能的事 好 那么所以你看 这个你讲 我们来看一下 正压安经听法笔 佛在道立天 散法讲堂 金石上 听说这个道立天上有一块石头 金色的 那么在这一块 为母亲说法 说什么呢 第一个你看 识 戒 升天之论 这个一般来讲 就是对一般的在家就是 天跟人 讲的 识戒 升天之法 基本上就是不剁三恶道的 除了人跟天之外 那么其他的就是三恶道 其他的都是三恶道 那么 识戒升天之论先来讲 人 为什么会做人 为什么会收成天 他是怎么来的 这个五蕴生 天有天的生 人有人的生 有不同的身心状态 不同的苦乐状态 那么这个是谁导致的 为什么 你如果想延续 你要怎么做 你如果想灭除 延续就是延续那个热 延续那个快乐 灭除就是灭除那个苦 那么你必须要怎么做 先让你知道苦乐怎么来 那么你如果要让提升你的快乐 延续你的幸福 减少你的忧闹 去除你的痛苦 那么你必须要怎么做 那么就是要先知道苦跟乐都是怎么来 我们刚才讲的是种正确 那么所以讲了之后 你看 开始又跟他讲 这个是简单 这是简单话 他没有讲很多 那么欲 不敬想 云为惠恶 就是开始跟他讲 天上都是享乐的 开始跟他说 现在 虽然有福报 但不要只顾着享乐 那么你还必须 以福修福 用你的福报来修福报 那你还必须要这样 你不能只是在天上 为这个五蕴 为这个快乐 那么 这个 就不断沉迷在里面 所以要出真正的热 是出药的热 就是出解脱的 不再受苦的热 通常佛法就是离苦得热的方法 苦 基本上就是现世苦 来世苦 跟什么 轮回苦 轮回苦 那世间的热也可以这样分 现世热 现世热是什么热 从人来讲叫做五蕴的快乐 遇乐 遇乐 五蕴 看到好的东西 欣赏好的 然后吃好的 听好的 叫做妙音妙色 妙处 睡到好的堂皇床 接触到好的 然后 然后 吃好的东西 然后穿 漂亮的衣服 听好听的音乐 这种种这些 这个叫做五蕴 世间 世间主要有两种快乐 一个是五蕴的快乐 天上 的五蕴 比人间的五蕴更殊胜 天人看我们吃的美食 就好像 看猪在吃东西一样 真的 那个就是早烤 那个是没有人要吃的 我们的 最好的拿去给天人吃 天人都闲 不好 就好像那个狗 很孝顺你 因为你对他很好 他们哪一天 咬了一根骨头要给你吃 这个是他吃过最好吃的 那个猫 哪一天咬了一个 死老鼠要给你吃 这个是他吃过最好吃的 我们来看 这个哪里能吃 那么一样 那么 越往上的人 就越殊胜 那个是欲戒天 欲戒天是五蕴热 五蕴热感官的刺激 升级到色无色戒 色戒天他就是禅定热 极静禅定的热 禅定的热更殊胜 超过五蕴的热几十万倍 那个叫做色滩 色滩 那 欲热叫做欲滩 我们会贪那个欲 他那个热 我们会对那一种快乐 那么 直取 所以叫做欲滩 那么色戒 他身心有一种 有一种殊胜 出残 喜跟热 三残大热 那么这种色戒的热 我们叫做色滩 也会直取 无色戒 更近一几 极静 那种极静不是解脱的极静 但是超越 超越色戒的那种热 极静之热 那这种热 更深 更有力量 这个叫做无色滩 我们会执着 那个叫做无色滩 所以欲滩 色滩 无色滩 都在三界里面 一层比一层殊胜 那这个是热 这个是事先的热 那通常我们把它分上界跟下界 下界是欲界 上界是色无色界 所以色滩 无色滩 是同时断的 这是你到了三国 到了四国之后 把色滩 无色滩断掉 到了三国 把玉滩断掉 其实是这样 那通常就是这两种热 定热跟这个 跟这个玉热 所以有这个滩 你会执取 因为那个懒着力很强 你会执取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这一些 这一些 都是 凡夫的 热 贪爱的 那么圣者一定要超越这个 所以 初药为了 真正的快乐 因为这个热 无色戒 虽然 八万四千截 他也有掉下来的时候 他也有进的时候 叫做有肉业 所以真正的快乐 是什么 永远 不要有苦 苦完全熄灭 初药 初药就是什么 初药法 初药就是 初三戒 不再沦违 不受后勇 这个苦 不会再有 完全灭尽 就是灭白 所以真正的快乐 极乐 叫做极乐 救急的快乐 极乐 极乐是什么 是解脱 解脱 是极乐 所以 佛说法 第一个 第一个 说 世界升天之法 这个叫做 端正法 让你不做三二道 身为人 身为人 没有三图巴 没有这个 身为人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老病残 这些种种的 不好的苦 短命多病啊 没有贫穷 卑贱啊 没有这些 没有眷属斗争啊 那么这些 基本上就叫做端正法 端正 长得端正的端正 那么 但是这些都是事先的 最重要的还是 出药法 出药法 基本上就表现在浴滩色滩无乐伤 从人来讲就是浴滩 就是追求世间的这一些幸福享受 但是 我们在 他不是告诉你要抛弃这一些 而是你在这个基础上 更深更进一步 白痴肝头更进一步 提升 提升你生命 生命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素质 让你提高你生活的素质 提升你生命的品质 让你变得更好 现在好 未来因为你现在的修行会更好 更提升 基本上是这样 佛到道立天为母亲说法 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简要的说 所以他就跟你讲 他看到 大家讲到 那么不只要沉迷在天上 他是在天上 跟他的母亲 还有天人讲的 跟天人讲的 那么讲了之后 他看到天人 都很欢喜 开始讲什么 苦极灭道 这个苦极尽道就是苦极灭道 你开始讲四弟 所以 如果佛到道立天 真的要利益他母亲 一定要让他母亲知道缘起 知道四弟 知道怎么样解脱 那么这个才是重点 那么虽然还没解脱 但正出国之后 决定可以得解脱 佛弟子 很多人 很多在家居士 也没有出家 没有出家 都是在家 包括虚达多 虚达多 虚达多 富持佛教 那么 用黄金铺地 买下 跟祈斗带子 买下那个 买下那个 祈元金色 买下花园做祈元金色 供养那么久 听佛说法 那么殊胜 甚至 是不多 因为他去天佛说法之后 就正出国 后来正三国 他也没有出家 他正出国之后也没有出家 很多佛弟子也没有出家 但是 他决定会解脱 为什么 他那个道理知道了 而且从此 依这个道理 虽然在家 但是那个心 那个心是 觉察烦恼 调伏烦恼 最终他一定能够断除烦恼 他虽然有烦恼 但烦恼的势力不会太强 那么 我们修行 不管在家出家 其实 也都是 这样修 最重要的先懂道理 我们学佛法 一定要记住一个道理 不要 不要沉迷在 跟佛菩萨的感应上 我们的感应路看太多了 总觉得念一身佛 就会怎样怎样 拜一身佛就会怎样怎样 那多读几步接 佛菩萨就会保佑我们 多念观音菩萨 有困难的时候 观音菩萨就来救我们 感应看太多 那都是看到那些 死了之后烧出来有舍利子 什么什么这些 放光啊什么 不是 我们 真正要看的就是 我从学佛之后 我的慈悲展现在哪里 我的智慧 我的智慧展现在什么时候 我的定力 我的定力 我的忍入 我的舍心 这些 这些才是你真正修许的功德 内在的 内在的德 显现出来影响到别人就叫做功 影响到这个社会 那么这个叫做功 就是 那么你 影响到你自己 这个叫做德 那么你具有这一些 心良好的作用 既能够提升自己 又能够提升别人 那么从这里看到你 学佛的功德 诵经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 那么你才能够回向别人 我想要去影响谁 我想要去利益谁 如果你自己 送完经都不晓得经在讲什么 你也没有改变什么 我问你 你拿什么去利益别人 你的回向 其实 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回向到哪里 对方说的到说不到 我肯定告诉你 说不到 因为你没有 你继出去的是空的 你自己都没有 你拿什么去利益别人 你拿什么去影响别人 你不要以为这样念完了 拜完了 送完了你就有 没有 有没有 要看你自己 不是问佛菩萨 不是问佛菩萨 是问你自己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这个是我们说到 佛到底去刀利天为母亲 说了些什么 好 那么我们来看经文 讲到这里 我们大概就举三部经 就是说 因为这个是 所谓 地藏经是所谓佛到道利天为母亲说的 那因为这个很长 那里面最重要其实讲 善恶业报的因果 道理而已 那么 借由对母亲 要利益母亲 然后起大悲心 利益一切众生 那么行 地藏 菩萨的 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 在这个说婆世界 那么 利益众生 从你的 修学佛法 从你的悲心 从你的智慧 那么去帮助那一些 本来要造生恶道的业人 让他不做生恶道 那么在这个世间影响 尽量透过因为你学佛的力量 影响到很多的 都跟你一样 可以提升 好 所以 这里是 我们 讲了这么多次最重要的在讲 就是 佛在道理天 为母说法 到底说了些什么 那我们说过重点 就是他一定要讲到 佛法的核心的问题 因为他母亲已经升天了 他要让他母亲更提升 并不是从道理天 升到阴谋天 然后又升到犯天 不是 而是要让他母亲 出三界 虽然不是现在 他未来可以出三界 其实是这样 好 那我们接着看 接着看地藏经 那么说完法完后 这个时候 十方 无量世界 不可说 不可说 一切 不可说 极大菩萨 莫草 接来 几位 好 我们先讲这一段 十方 无量世界 不可说 不可说 好 无量跟不可说 不可说 都是 印度 十大数 所谓的数 就是数词 我们说 一十百千万 亿 兆 那么这一些 都是数词 那印度的数词 有非常的多 有非常的多 那最后的十大数 最后的十大数 阿申其 无量 无边 无等 不可思议 阿申其 无量 无边 无等 不可思议 我们把十大数讲一下 讲这个就好 十大数 第1个是阿申其 第2个 无量 第3个无边 阿申其 阿申其 无量 无边 无等 不可思议 我看一下 无等 第4个无等 第5个不可思议 第6个是 不可撑 不可撑不可量不可说 应该是不可思 第5个是不可思 第6个 不可撑 第7个 不可恢复不可说 不可说 不可称 不可亮 不可说 不是第八个 第九个才不可说 不可思 第六个是不可思 第五个 不是 第五个不是不可思 第五个是 不可数 对 第五个不可数 不可数 第六个不可思 不可不可思不可撑 不可思不可撑 不可亮 第九个不可说 第十个就是不可说 不可说 好 好 那么这个是印度十大数 十大数 就是数目的最大的 那通常有一百二十几个 一百二十几个 有的时候一百二十二个 有的时候一百四十几个 那么就是他数值后最大的 最大的 那不可说不可说 其实就是最大数 最大数 那么无量基本上在第二个 阿森旗后面第二个 那这个是一个形容词 英文的形容词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 那么包括所谓的大千事件 三千大千 这个是指空间 那么不可说不可说节 那么这个是时间 就是他的数目 好 那这个则是形容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那么中国的话 基本上没有这么多数 我们顶多只能够算到照 各使百千万亿照 那照之后 他说经该直男 那么勾见正斩 基本上就这几个而已 再下去没有 再下去就无限 一个起 经该直男勾见正斩 大概就这样 好 那顶多就是各使百千万 经该直男勾见正斩 十三个 就三个而已 那他有一百多个 你看这数目是多大 好 他说十方无量世界 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 那么极大菩萨摩托 皆来集会 赞叹释迦摩尼佛 能于五着二世 现不可思于大智慧神通之力 好 那么赞叹释迦摩尼佛 能于五着二世 那么来说法 利益众生 这个在阿弥陀经里面也这样做 就是说 释迦佛赞叹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也赞叹阿弥陀佛的时候 那么十方诸佛跟阿弥陀佛 一样赞叹释迦摩尼佛 能于五着二世 为众生说此男性之法 那这个净土法门是男性之法 他也一样 你看他会反过来说释迦摩尼佛 好那这个地藏经也是一样 地藏经重点是地藏菩萨要调服 刚强难调难服的众生 是地藏经要 地藏经的重点在调服 刚强难调难服的众生 就是让要造恶业的众生 不造恶业 让不造善业的众生 能造善业 基本上在这里 所以他也会说 释迦也一样 这些十方诸佛的菩萨 因为释迦佛 释迦佛在五浊二世 调服众生这里 跟其他的诸佛不一样 这个我们还可以再稍微注意 上次又讲 就是过去七佛 只有释迦摩尼佛在五浊二世而已 其他的都没有 过去的七佛 只有释迦佛在五浊二世 那么比如说过去前 过去装严节 过去装严节有匹伯师佛 一般我们讲 阿岸经里面讲有七佛 匹伯师佛 那么 施弃佛 辟舍佛 施弃佛 匹伯师 施弃 辟舍佛 这个是过去 装严节的 这装严节 过去 过去装严节 那么 现在 闲节的 就居留孙佛 加瑟佛 居留孙 居纳 摩尼 现在 现在我们叫做闲节 那么一节就是人寿十万岁到八万四千岁 就从八万四千岁减到十岁 那么现在闲节有三尊 现在闲节有三尊 居留孙佛 居留孙 居纳含摩尼 有四尊 不是三尊 居纳含摩尼 加瑟 加瑟 世家文 居纳含 加瑟 跟世家 世家佛 你看 那未来 那含后面还有一尊是弥勒佛 后面还有一尊是弥勒佛 那么 弥勒佛是也是现在节的 但是现在有一千佛 这是这是前面的三尊 那未来是弥勒佛 然后底下还有很多有995尊佛 然后最后最后一个是罗治佛 罗治佛 总共有一千尊啊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弥勒施佛 弥勒施佛是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那么 施器佛 有时候是八万岁 那八万四千岁 施器佛是七万岁的时候 人寿七万岁 辟舍福佛是人寿六万岁 那个多 那个都是 类似像 类似像那个 天堂一样 这个就是福报很大的 福报很大的 居留生佛 居留生佛是六万岁 居留生佛也是六万岁 居纳含摩尼佛是四万岁 加瑟佛是两万岁 人寿两万岁的时候 那 那 释迦佛是人寿一百岁的时候 你看差那么多 人寿一百岁就是说明比较短了 杀业比较重了 那有比较有山灾了 那弥勒佛又是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你看 所以 所以非常特别 那么这里就是所谓的杰佐 那么这一杰里面 从十岁 从八万四千岁 到十岁 那从十岁 从十岁一百年 一百年加一岁 加到八万四千岁 又从八万四千岁 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 那这样叫做一节 那么这里是减节 那我们是八万四千岁减减减 就是我们这一节里面 这一小节里面 是从这里开始减 这一小节里面 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比佛师佛出现 没有 这里是过去了 那么八万四千岁的时候没有 就是六万岁的时候 这一节里面六万岁的时候 居留村佛出现 那么在这个四万岁的时候 居纳含摩尼佛出现 人寿四万岁的时候 居纳含摩尼佛出现 人寿两万岁的时候 迦瑟佛出现 之后就没有佛了 没有佛 一直到一百岁 因为越来 越来 就是那个夜越重 烦恼重 那么就没有佛出现 一直到一百岁的时候 通常没有 那么多尊佛 那么多尊佛 从过去到未来 从过去到未来 佛 佛出现于世间 人的寿命最低 人的寿命最低是两万岁 迦瑟佛 越能够发心 越能够修行 越苦的地方 越能修行 越会发心 越想修行佛法 所以他有意念圣 有门圣 那么有这样就是说 你会想 休闲 要想离苦 所以 基本上你看 这个就是所谓的五浊二世 一百岁的时候 那五浊是杰佐 杰佐 这个一节里面最不好的时候 最不好的时候 那 在过去就没有了 然后一直到十岁 然后又从十岁 一百人加一岁 加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弥勒佛 弥勒佛出世了 那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叫做杰佐 那么杰佐就表示什么 这个时代出现的人 就好像 就好像 身在三二道的人 那么 都是什么 都是业障重的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 在这个 时间出现的人 跟前面比起来 当然就比较 比较不好 但是 但是 这个时候 也更多的人发心 更多的菩萨 那再怎么不好 再怎么不好 你在这么不好的时候 你还没有下三二道 就是 在大家都没饭吃的时候 你还不会去偷人家的东西来吃 不会为了 为了要活下去 去骗 去偷 去抢 即使 大家都在骗 大家都在偷 大家都在抢 大家都在骂 的时候 你不偷 不抢 不骗 不骂 这个显出 显出 你的善业 你的善根 你的善缘 你的善缘 那么所以 五着二世 更多菩萨 五着二世 五着二世 修行 修行 更容易 所以 无量寿经才会讲 你在 娑婆世界 修行 一天一夜 胜过在极乐世界那么好的环境 没有障碍 的地方 大家都鼓励你学佛的地方 大家都赞叹你的地方 一百年 你在极乐世界修一百年 不如在娑婆世界 持八观灾界 清静修行 一天一夜 为什么 你想一想 所以你好好的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 利用你的善根 利用你的善缘 不断的造作善业 启发你的善心 行菩萨道 那么这更厉害 那大家都赞叹释迦牟尼佛 能够在这个世界 调伏 刚强 南调南辅的众生 那么地藏菩萨其实就是继承这种精神 在娑婆世界 他没有去净土 也 他就在这个地方 此时 此地 此人 教人修行 佛法 那么所以 这个五卓 一样是赞叹 释迦牟尼佛能与五卓二世 那么经典这样讲 其实是告诉你 诸佛 菩萨 都会赞叹 你在这个五卓二世 现不可思议的大智慧神通之力 就刚才我们跟大家讲的 你透过学佛 你拥有了智慧 你拥有了 你拥有了安定人心的力量 因为 当境界不好的时候 你能够运用佛法来安定你的心 久而久之 你就有安定人心的力量 你能够在佛法之中 让自己欢喜 久而久之 你能够就用佛法 让人欢喜 你在佛法中 可以找到 无限的希望 你就有办法 让人在绝望的时候 看到希望 真的 那么这个 其实就是这里讲 诸佛 赞叹 释迦牟尼佛能以五卓二世 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 调伏 刚强众生 那么这个是从哪里 从你学佛 第一点从你学佛 你在这个五卓二世 你能够你能够在不可思议的佛法之中 学习佛陀的自慰 学习佛陀的慈悲 学习佛陀利益众生的这种神通力 什么叫神通 真正的神通佛陀已经讲过了 真正的神通就是你能够把你 真正的神通是教戒神主 佛有三种神主吗 他心神主 或是就是这种神通就是他可以现 现神主通 从这里会到那里 可以现他心通 知道你在讲什么 马上跟你讲 但真正的神通就是 我把我所懂的 让你也完全懂 我把我所体会的佛法 让你能够完全的体会 这个是真正的神通 那么所以你学习佛法之后 你在佛法中得到的利益 得到的殊胜 你有办法 尽量 可能的把你所想利益的人也完全的得到 这个是最大的神通 这个是最大的神通 因为这样 因为你能够 在你刚强自己起烦恼 刚强 南挑南辅的时候 你自己能够用随形所学到的佛法 能够调伏 久而久之 你产生那种力量 你自然而然的能够调伏 刚强南挑南辅的众生 因为你有经验 那种力量 那一种力量 那一种心得就可以射受人 真的 所以常常欢喜的人 你虽然不讲什么 人家看到你就欢喜 常常安定的人 你虽然都不说什么 你坐在人家 你坐在那里 人家看到你就安定 真的 那么你必须要学习这种力量 从哪里学 从佛法中学 跟谁学 跟释迦牟尼佛学 因为时间到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护及一切 护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我等到再说 多久 吐